这个呢 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 陨石系列 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嫖妻 是撞车撞车同一次 陨石系列是谁给你的 是设计部研发的 你要知道 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 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 发生超级事件后 我也觉得奇怪 暗中打听 查到的是郑保朱小姐的助理 就没敢接着查了 金秘书会对你做新的安排 出去吧 迟总 聪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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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了 聪明 聪明 你别喝了 你怎么喝酒了 你告诉我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要你管 曲默 你这个大坏蛋 聪明 聪明 明明是我的设计稿 你非要说我抄袭 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 说什么保护我 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 我这一遍被别人跟踪吧 聪明 你说 你跟迟墨一直住在这儿 迟墨你个王八蛋 对我的女人打猪眼 长得好像小小啊 只可惜 你不是他 可惜 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 聪明 没有啊 我 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 我那天说 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 重新给你开始 但是你也不接电话 你还跑到这儿来 自己在这儿喝闷酒 聪明 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你一直在看 你一直在这儿来 我叫你 我现在看他 是我 我昨天晚上喝醉酒 是不是跟十默说了什么 哎 聪明 来 聪明 还坐啊 怎么了 老妈 那个 你啊 来 你去把空调关小点 好 好 去吧 把空调关小点 我这次来呢 就是要给好聪明女士 开一个道歉大会 什么 道歉大会 那我要做错什么了 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 金秘书 这个呢 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 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情 是撞车撞车同一次 你不舒服啊 金秘书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我今天来 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美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 好聪明女士 恢复起名誉权 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我们池氏集团全部赔偿 我 我迟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了聪明小姐 你真的是迟墨迟大爷 我不是在做梦吧 那 你会不会后悔啊 这件事情段经理违背她的一细节 池氏集团将发表声明 女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 当然 由此造成的损失 我们迟致会进行赔偿 至于其他的嘛 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 总有合作人机会 对不对 您说的有道理 您说的有道理 对哦 不能后悔 这样 我来教你了 你 你拿着这个 我们拍一张照片作为物证 好不好 来来来 走 你来跟我拍 你拍点啊 来 一 二 三 好了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拍脸啊 脸 我想想啊 对 手机给我 我再录一段视频 好吗 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池氏集团 无耻的 不要脸的抄袭 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 郝聪明小姐 所以对此 我池氏集团 感到 非常的惬意 我真的是 太不要脸了 金秘书 你要是 真生病了 你就去看病啊 免得外人说 我们池氏集团 虐待员工啊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 你不用管这些 这样吧 大家都来合个影吧 快点 就是你 就是你 还有你 好 你来拍 走 来 您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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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他是没吃药 还是吃错药 终于还是还我清白了 加油 好聪明